好明姐刚看到中俄的高超音速导弹 事实上对全世界带来新一轮的核威胁 可是中国内部军方系统的权力斗争 也可能带来新的变化 对先谈一下慈浩田他的角色 那慈浩田基本上他是这个邓小平任内 升他做上将 本来目的就是为了要制衡 后来这个接任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 所以其实慈浩田在他任内 多次传出跟江泽民不合 从这个角度观察 其实他绝对在这一个背后 军系内部是一个重要的引武者 那也非常有可能 其实就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是由他来负责整合军系内部 那在暗住习近平 那的这一个对军权的掌握 那讲一下刚刚其实一路谈到慈浩田 其实战功标柄 对共军内部来讲 就是说不只年轻打过国共内战 其实他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那1989年天安门事件 他负责副总指挥 那镇压这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学生 那更不要讲要更重要的 在美国来讲 看他就是说 他是1995年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他当时升任这个国防部长 那也兼任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确实 这个是共军的代表 同时也对台海问题 有非常重要的发言角色 那不过 看起来这样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到90几岁还要出来发言 那其实这中间非常的微妙 因为其实他19大的时候 那时候习近平已经上台 他也曾经露面 当时就传出说 他对外那直接按批 就是说共军内部的贪腐问题 都是前任中央领导人要负责 那当时前任中央领导人 其实谈的是指这个江泽民 所以那时候认为说 这实际上 他对江泽民非常的不满 所以某个程度 反过头来协助习近平 来肃清江泽民的势力 换句话说 本来他应该是习近平重要的军系的助力 但是为什么反而在北戴河之后出来 看起来是在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表示连最重要支持他的军中的力量 恐怕对他都有非常严重的意见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凸显出 为什么习近平近期在整顿这个军系内部 恐怕连最重要的靠山都已经倒了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值得观察 那这个部分中南海内部的动荡 对外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先前 其实前两周我们就已经陆续在节目多次点出说 共军最近的动作是有异常也非常的不寻常 这个部分其实光讲这9月份10号以后 不管9月14号68架攻击 到9月17号多达103架的共击 不管规模或时间点上面来讲 都跟过去演训的模式不太一样 那现在今天这个国防部长 邱国正也出面公开证实说 确实最近共军的这个敌情的动态是异常的 那这个部分国防部昨天还主动这个罕见的曝光说 在离台湾对岸福建的省有一个叫大城湾 在汇集兵力中间也谈到说 包含有远火或者是火箭军也出动 那远火大概就是出动它PHL191型 这种多管火箭号称可以有这个发射 这种有定位导引的这个火箭弹来这个袭击台湾 那这个部分光布过去罕见对外公开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要对外公开 就是邱国正讲到说因为敌情有异常 那对于这个情知哦 他研判认为说共军确实在对外 可能在进行一场 这一个陆海空 加上这两栖登陆的联合军演 那这个情知是不止台湾自己有能力获得 当然他也不排除这个情报交流 确实中间也扮演中央角色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异常 为什么因为我们观察过去几年 共军的军演不只是这一个对外 敲锣打鼓大规模的宣传 那有时候雷声大鱼 有点小真的演习也没有规模那么大 但这一次反而密而不宣 这就我们强调说反而 这个异常的部分必须要注意 那这个部分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军方关注 美方当然也早就已经看到 如果回头过去看前几天 美军高阶将领陆续的发言 就可以看得出来中间的连结 包含本来都已经要这一个卸任退役的 这个美军参谋长有秘利 接受媒体访问还特别再一次强调说 共军对台两栖登陆作战门槛 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有攻台动作 绝对是犯下重要的战略错误 同样你们看我们昨天前天才谈到 美军参谋联席会议另外一位叫麦吉 也直接讲到说 如果共军要进行两栖的 这一个大规模犯台 在对岸集结这些情知 马上就可以发现了 那这两天台湾广播 马上就曝光这样的讯息 那还有另外印太助理部长 这个瑞坦娜 瑞坦娜不是也才谈到说 封锁台海或者是台湾这样的一个动作 非常可能会失败 这些无非都是看到共军的异常动态 也进一步在战略上 对这个北京释放相关的讯息表示 美台都全面在关注之中 也提醒不要犯下任何的战略错误 那当然同时 这两天外界看到 还有这一个非常新的科技 就是说 这个美军 其实我们先前讲到说 有两艘的这个无人舰 包含像水手号游击兵号 现身在日本的核须二港 那现在美军第七舰队进一步公布说 其实总共有四艘 因为连另外两艘还有 这一艘叫海猎人号 另外一艘叫海英号 这两艘跟前两艘不太一样 它是属于这一个反潜真潜的 这个无人舰艇 这四艘都用自主航行的方式 从夏威夷跨越这个西太平洋 直接抵达横须鹤港 第七舰队直接谈到说 这四艘无人舰将要组成 一个叫无人舰的第一师 也就是幽灵舰队 那这四艘舰艇已经不是过去实验性 而是已经可以实习投入作战的部队 也在这一个强化未来美国海军 分散式海上杀杀的能力 那除了这个部分中国海军 因为这个水下各方面的威胁的提升 那美国最近也开始 重新恢复一项叫这一个冷战时期 建立的叫整合水下监视系统IUSS 它本来过去是一个水下听音阵列 那其实当时 台湾周边一路到这个第一岛链 其实都有水下监听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现在本来冷战时间 最多有31个中心在负责监听 后来因为这一个冷战结束 只剩下两个 现在美军要全面的重新恢复 当然也是在对中国水下的活动 全面来进行围堵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